直到终有一日你们会分开 无诸夫人即将迎来大结局 此剧基本上是从红月到尾 从主CP到负CP 每一对的恋情都很艰难 方卓英和指流的感情也是相当曲折 从一开始的不敢相见 到后来指流双眼失明 再也无法看见爱人 方卓英终于明白 爱他就要勇敢说出来 方卓英表白了失明的指流 并求得地区维亚人赐婚 紧接着方卓英好酷王子的身份曝光 师父设计让他回到好酷 而指流会成为他的牵绊 方卓英派人毒杀了指流 方卓英明知是师父害死指流 可他就是恨不起来 他知道师父的苦心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成为汉北的王 方卓英为了得到叔父的支持 被迫娶了唐妹塔拉 塔拉是个好爽善良的姑娘 可惜方卓英不爱他 俩人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 方卓英后来得知指流当初是假死 一直都在他身边默默关注着他 塔拉为了救方卓英而惨死 虽然方卓英不爱他 但塔拉的去世将是他心里永远的痛 方卓英后来取了指流 但指流也只能是季妃 只要能跟爱人相守 指流不在意这些虚拥 方卓英和指流的结局还是很圆满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